伊朗放出了4個歐洲人在伊朗示威 因為示威是為了女性權益抗爭的 但伊朗政府不批准這些示威 最高刑罰可以判一年或200多萬港幣 因為他們交換了一些和比利時交換人質 因為有一個人質被比利時捉了 說他有炸彈襲擊 現在大家互相放放 丹麥的女人50歲在印尼 在電單車上錄影她的下身 也放了一些視頻 到處在社交媒體上傳播 上一年12月就來耶加達的時候就是這樣 但是她今年4月又回去 現在就拘捕了 看看未知會怎樣 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什麼動機 在耶加達這個是很重的 如果是這樣做一些這樣的行為 有機會可以判監幾十年 或者打騰74下 或者要賠100萬美金等等 就不知道詳情是怎樣 也是一件事 早前上星期四早上早上 有人蓄意被人看到 蓄意把貨車的後面乘貨提高 把很多小吋捨滑到公路上 政府警方說 除了阻塞交通之外 也造成危險 對其他架車人士 被判14天監禁 塞爾維亞人繼續示威 因為關於槍械暴力事件 反對這些暴力事件發生 墨西哥發現了45代的人體殘肢 懷疑45代的人體殘肢 是跟一個召台中心工作 大約20歲和30歲的人 失蹤有關的 而這群失蹤的人 就說跟召台這些人 而召台這些人 其實是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是網上的詐騙 但是不知為何 有45代的人體身體部分被發現 看看再會遲些 看看怎樣 CNN說 中國是首架C919的客載機 是中國第一次製造的 但是有報告說 其實有90%的零件都是由美國 歐洲製造的 只有10%是亞洲那些地方製造的 所以是不是真的 完全是中國製造呢 這樣 芬蘭 德國 德國有個城市 因為昨天發生了一些衝突 一些左右派 這樣一個對峙 今天有一個示威 也當局不准他們示威了 今天 波蘭有50萬人上街 因為波蘭的手上就是提出一個議案 但這個議案根據波蘭當局那些人 和美國那些 歐洲其他那些 就認為可能這個是會 握殺了這個民主自由的 今天就50萬人上街 也都包括很多民主派 比如那些LPDG那些 全部很多人都上街 就是保護這個民主的